可以在地区与地区与地区 这就是一个优势给大家的优势 因为我们帮助我们 因为我们在过程中 与利益区与利益区与利益区业 国内货币又不断贬值 人民生活困难 月初总统马杜洛才宣布 推出新的虚拟货币 希望能舒缓经济危机 但是现在民间已经受不了 自行印制新货币 来缓解日常交易问题